大秀朝廷技巧搭配背景音樂朝有氣氛 街頭藝人人群中精彩演出獲得滿堂彩 也讓路過民眾紛紛停下腳步看得目不轉睛 不少民眾喜歡到西門町徒步去 觀看街頭藝人演出 除了不吝嗇打賞也樂於上前一起同樂 不過巨大聲響也讓父親住戶頻頻抗議 對此台北市文化局也祭出新政策 將在9月16號上路 晚間9點以後街頭藝人不得使用 任何影響設備 這個政策對我們街頭藝人來說 傷害滿大的 9點以後不能用麥克風 那根本就不用唱 因為我們如果輕唱的話 我們一天唱四五個小時 聲音也會受不了 它就是鎖鎖就鎖 然後我們一點反應的時間都沒有 旁邊的電視牆啊 環境音本身就已經很高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能只要求我們 這種東西有時候 也是有些惡意檢舉的部分 突如其來的政策讓街頭藝人們 聽了姆薩薩也難以接受 而究竟是否是惡意檢舉 台北市政府也給出回應 新北東部區裡面雖然是商業區 但是還是有些住戶啦 那所以其實長期以來就反應就是 9點以後還是有用扣打機的設備 所以它其實影響他們的居住環境 該如何兼顧發展商業區 又不影響周邊住戶生活品質 成了市府一大考驗 雖然難有完全公平公正的政策 但這回9點以後限制音響設備使用 就連手機播放也不行 恐怕也讓街頭藝人們的困境再加一 金新聞綜合報導